这个美丽的女人已经活了一千年了 而她能够长生不老的秘诀就是采羊补银 只要被她盯上的男人都会心甘情愿地为她奉献自己的一切 而她就是这所临床十三区医院的院长朱丽 画面一转 一个怀胎七年的母亲至今都未能生下肚中的宝宝 她知道可能是自己的宝宝有问题 于是听人介绍来到了这家特殊的医院做检查 可没想到身旁的光头护士一看医器台上的女人 就说这是一个第二类恶魔 这顿时惊呆了一旁的西里尔 要知道她为了查清楚一个恶魔的身份 需要泡在藏经阁查找一个晚上的资料 为什么你一眼就能看出她是被第二类恶魔附身了 光头自信地说恶魔是不会说谎的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问她 果然女人说出了贝利亚三的大字 同一时间医院的一位患者突然去世了 小美怀疑这可能是恶魔干的 于是小美将死去的尸体带到了医院最神秘的太平间 而这里似乎有着神秘的结结 死者可入 生人物尽 而只有唯一看守这里的白板女人才可以自由出入 如果普通人踏入一步就会陷入昏迷 只有被脱离此地才会重新苏醒 西里尔对着做好检查的女人说 你究竟想要在她身上得到什么 只见女人双眼瞬间浮现双头 恶魔贝利亚说这个女人和女人肚中的孩子都是她的 她会慢慢地折磨她们直到死亡为止 你们休想阻止 大家知道这个恶魔来势汹汹之后 并召集了医院的高层开会讨论 画面一转 院长朱莉突然在自己手上咳出了鲜血 她已经一周没有品尝男人的味道 于是她又精心挑选了一个医院中的强壮男人补补惊奇 可没想到原本身材魁梧的标形大汗 被院长裁补之后竟然走路都走不稳还差点摔倒 而得到了滋润之后的院长 却神采飞扬容光焕发地来到了高层的会议上 主任医生说自己可以试试跟孕妇身上的这个恶魔贝利亚谈判 希望能够安全地保住他们母子两人 于是他们带着孕妇来到了一个白色房间 在美人口中含着一根蜡笔之后 他们三人就将手掌放在了孕妇的肚子上 紧接着他们就来到了一个神秘的红色空间 没等希莉尔反应过来 他们就被肚子中的恶魔给弹飞了出去 主任对着恶魔说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这对女子 恶魔贝利亚说他们都是自己的猎物 他不会放手的 然后主任说你看到那边的希莉尔了没有 如果你不愿意放手的话 他就让希莉尔来对付你 恶魔贝利亚好像被这话给震惊到了 他将希莉尔给抓到了身前仔细查看 他好像嗅到了同类的味道 而且是非常强大的那种 他也不想跟这个强大的恶魔硬刚 于是他并松口说自己只要一半就可以了 母子必须留下一个给他 紧接着众人就被弹出了神秘空间 他们立刻就开始了对女人的剖腹缠准备取出胎儿 手术进展得很顺利 胎儿安全地被取了出来 可是他们却违反了规定 不但要走了宝宝还救活了原本已经死去的孕妇 这让愤怒的恶魔将希莉尔拉入了神秘的空间 为什么现在却又把两个都救活了 恶魔说既然你们不守信用 不愿意按照契约留下一个 那你就代替他们留下来陪我吧 然而就在恶魔即将带走希莉尔的时候 现实中的院长将一块圣物塞到了希莉尔的手中 而这时接触到了希莉尔手中 圣物的恶魔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希莉尔也安全地回到现实苏醒了过来 而院长朱莉这次为了救她回来浪费掉了太多的魔力 她已经变得面容苍蝗身形勾搂了 而谁又会是她下一个宠爱的对象呢